正义也许有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我们常听到母子连心这样的形容 代表母亲跟孩子之间 有着科学无法解释的连结 让这样的亲情 多了一层神秘且温暖的面纱 像之前我们讲过的 张鹤林密室杀人案 死者母亲早早就透露 女儿托梦所传递的杀人情结 而这回案件的生母 又感应到什么呢 接着就跟着老Z 回到案发那一天 母亲找媒体哭诉 爱女恩恩失踪托梦 全身是血痛哭 妈妈你为何不要我 报警求援四处碰壁 前夫却避不见面 山区挖出骨骸 金爆不止一条人命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 姜文吉虐杀骨肉案 时间回到2013年 5月11日 新北市一名悲伤的母亲 上了新闻 在镜头前哭诉着 她跟前夫所生的女儿 已经失踪了好一阵子 怀疑小朋友恐怕凶多吉小 但相关单位 竟没人要积极的帮她找人 求助无门之下 她只好投诉媒体 没有人可以帮我们 所以说真的 希望越来越小 越来越没有希望 想起失联的宝贝女儿 眼泪不禁躲筐而出 一眨眼六年过去 和前夫离婚后 小朋友肩负全回给父亲 今天来想看小孩 都遭到拒绝 就算我做噩梦 他们还是安慰我 因为没有人要相信说 可能小孩子真的不在 我就说你要听话 姑姑有空会去看你 然后他就说好 就是最后一次跟他通到电话 事后我不管打给我哥 还是打给我哥后面这个老婆 永远都是说 恩恩在洗澡 恩恩在上课 恩恩在厕所 恩恩在吃饭 就是我都一直 没有办法跟恩恩接到电话 耿叶心疼试图用脸书 联系哥哥的现任妻子 但是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父亲和姑姑交集不已 担心女童凶多吉少 希望透过媒体谐询 让他能平安回家 肖玉童恩恩算一算已经十岁 三年前早该进入小学就读 交易局却没有就学记录 相关单位请警方进行了解 这才发现恩恩已经消失 而关键的身父姜文吉 坐过牢到到通气 户籍地也早就人去楼空 十年前生下女儿之后 因为家暴离婚 女儿判给前夫交给小姑抚养 最后一次见到女儿已经是六年前 当时女儿只有四岁 身上带有淤青 之后前夫再娶 后来又遭到通气 音讯全无 直到去年九月 警察上门告知 早该念小学的女儿 根本没有就学记录 失踪至少五年 我婆婆去扑挂 有提到四个字 阳寿已尽 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说 我前夫赶快出面 她继母出面给我个交代 你还有时间打扮的花枝招展 在玩脸书 我的小孩呢 在哪里 婆婆跟小姑已经五年 没有见到小孩 担心女儿遭遇不测 生母跑遍警察局 护证家父单位 却因为不是监护人而受阻 我只希望说警方 你们可不可以积极一点 去寻找大人 可不可以积极一点 去寻找她继母出来 给我一个交代 恩恩的失踪案 即便伤了媒体 还是石沉大海 又过了一年半的时间 2014年11月20日 各大媒体再度大篇幅报道 传来的却是恩恩的死讯 凶手竟然是她的亲生父亲 为什么要杀女儿 你会不会太狠心啊 怎么下疗手 才几岁而已 是不是还把儿子卖掉了 说话啊 敢动手不敢说吗 头戴安全帽 被警方借题询问的江姓男子 就是涉嫌将五岁女儿杀害后 弃尸的狠心爸爸 而同时间被警方约谈到案的 是江姓男子再婚的夜姓女子 警方怀疑对于整起杀人弃尸案 她有可能知情 在家里然后因一些戏故 然后一时就动手 然后太过于大力还是什么 人家小孩子倒下去 然后就死了这样 根据警方调查 民国92年女童出生之后 隔年两人离婚 女童归父亲抚养 不过在96年7月 女童就遭到杀害 而一直到了99年 江姓男子阴暗遭到通緝 到了103年也就是今年 8月才落网 不过仍然坚持不愿说出 女儿的下落 一直到11月20号才坦诚 失手杀了女儿 狡猾的江文吉 一直将女儿失踪的真相 藏在心底长达7年之久 即便落网了还是不肯老实 但这回她碰上了一名细心的检察官 跟她周旋了三个多月 才终于让她卸下新房 就是她一而在这儿三个 就是耐心的去跟她讲 然后把她在后面再讲什么 我们只有耐心的 耐心的再跟她讯问 谢谢 这回承办杀女案碰上狡猾嫌犯 无度提讯终于突破新房 由于嫌犯公称经济状况不好 常待女儿搬家 检察官邻机一动 带她到新店和土城查访租屋处 却发现有些地址根本没门牌 明显说谎 检察官再次征讯 态度转趋严厉 还拿出香烟和槟榔卸下嫌犯新房 坦承七年前杀了女儿 也把儿子卖了 她在征讯的过程 其实她的态度是温和的 但是温和中是非常非常的严肃 她往往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 会发现到更多的事证 恩恩死讯曝光后 最难过的莫过于妈妈跟姑姑了 因为他们找了七年的时间 一直想相信人还活着 或者是把孩子送人养了 饱受身心折磨的结果 居然是如此悲剧 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很负责任 她就是在我有记忆以来 就是她就是会那种偷窃之类的 怎么可能 她是个生命 她是人 她不是蟑螂吗 你真的说啥就是啥 小刚刚出生后 就给阿公阿嬷和姑姑带大 因为从小父母离异 姑姑对她更加疼惜 视如己出 照片里小侄女睡得香甜 她按下快门 对她说要快快长大 但万万想不到 把恩恩养到四岁 之后被哥哥带走 音讯全无 然后我每次打电话给我哥 我都问她说小孩呢 在厕所 在洗澡 在吃饭 在上课 就是都一直没有办法跟她通到电话 今年三月 张姓嫌犯当时就读 国小一年级的长子跟老师说 阿嬷把姐姐关在神桌下 活活饿死 老师通报社会局查访 却没有发现异状 她不喜欢小孩子吵吵闹闹 就小孩子在哭啊 对 她会比较没有耐心 活泼 她站着很活泼 因为可能是 她这种是最惊喜的款 太顽皮了 妈妈都有在找 还要去问神 求神闻福 大概是都不在这个世上这样 妈妈跟姑姑求助无门 连神明都没给她们希望 直到前几年清明节 妈妈在梦中终于见到的女儿 却是一段难以抹灭的恐怖噩梦 说妹妹失踪且吃隔月 我就梦到妹妹全身失嫌 我说 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 可是我真的没有不要她 我是真的 我找不到她 他们家人不准我去看小孩子 我只能躲在巷口偷看我的女儿 坐在家里一楼大厅地板上玩耍 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 十年前因为前夫外遇 两人决定离婚 在夫家强力要求下 才将监护权让出来 没想到从此失去联络 直到七年前跟前夫打官司 在法庭外终于见到女儿 第一次听见女儿喊了一声妈妈 让她好感动 但没想到竟然也是最后一次 看完题难得可以带恩恩回家 洗澡却发现大腿上有明显瘀青 恩恩说爸爸都是用拖把帮她洗澡 全家人惊觉不对劲 但前夫早就人屈楼空 第一次听到妹妹叫妈妈 可是也是最后一次 我跟我的姐妹跑过好几个地方 她们讲的过程真的都是一样的 致命伤在头部 年纪在五岁 她没有穿衣服 她又冷又饿 你知道这些话听到我心里会怎么想 今天新闻上报道出来 太沉了她打了妹妹的头 年纪也是五岁 狠心杀害才四岁的亲生女儿 将信嫌犯被借题重回埋屍地点 一旁警方还准备好名纸 要烧给无辜枉死的小妹妹恩恩 这种时候杀死女儿的 你怎么吓得了手啊 你为什么都狠心啊 这边OK了 狠腹不发一语 检察官亲自带队还调来挖土机 嫌犯公称女儿杀害后 塞进行李箱带到土城山区埋屍 一早疑似挖到衣服 但开挖地点却又再度扩大 打同姜文吉认罪 检警就立刻请人到弃尸现场开挖 连挖了两天 却都没有重要进展 检察官的表情越来越沉重 由于姜文吉沉浮很深 被怀疑是不是根本没说实话 将信嫌犯表情目然 从头到尾坚称就是把女儿 人埋在这儿 一路下跪拔背口中念念有词 就是希望女儿赶快出现 但似乎没有全部土石 因为一早几乎没有突破性进展 山上旁土石松动 这就是将信范贤非常独地向检方说 他狠心杀害四岁女儿之后 所埋设的地方 但是经过一早开挖一无所获 他甚至一度双吸 下跪希望能够有所进展 但是还是挖不到东西 难道他又说谎了吗 前一天检情在现场开挖挖到疑似遗骨 初步怀疑非人类但也送宴 21号警察官再度带队 但找到了医物和骨骸 同样非与同所有 你把小孩子藏在哪里 你难道对恩 为什么要对恩恩下这么重的手 那另外一个儿子呢 将信男子和前妻生下女儿恩恩 离婚后将女儿杀害 和现任妻子生下的小儿子 至今也下落不明 将信嫌犯除了杀害亲生女儿 还向警方攻撑 当时因为经济状况太差 养不起小孩 在公园以几万块就把二儿子卖掉 警方正全力追查 男同下落 那也不排除嫌犯 全都在说谎 话虽如此 姜恩吉人坚称 女儿就是埋在这里 开挖进度到了第三天下午 终于在50公尺的山坡下 发现了关键证物 就是她用来弃湿的蓝色行李箱 以及附近20公尺处 有疑似恩恩的头盖骨 在妇佑队长陪伴下恩恩的生母 重回江信嫌犯埋食地点 因为礼拜六下午有了重大进展 如果今天没有他们 我不会找到我女儿在哪里 难过到时候有女警搀扶 薰货行李箱以及人体骨骸 包括女儿总算是找到了 最后的一次希望就此破灭 现场检警也燃烧起纸钱 就让小妹妹一路好走 坐在床边手舞足道 这是江信嫌犯的大儿子 躺在床上动作小手小脚的 则是叶姓妻子 趁着她入肩服刑 跟外遇对象剩下的小孩 他们可能都不晓得 口中的爸爸是个狠心人 江文吉的婚姻生活非常复杂 她在2003年恩恩诞生的时候 就已经跟叶女暗通款取 离婚后在2007年杀害恩恩 隔年就跟叶女陆续生下两名儿子 她变成没钱养小孩 把七个月大的小儿子 以十万块钱的代价 在公园卖给了陌生人 后来江文吉入肩 叶女又跟外遇对象 生下了两个女儿 其中一个也过户让人领养 是啊 有带你上班吗 带去对 你看过好带几个小孩子 他总共有两个小孩子 我看过 我看过这两个一男一女 哪个是他老公我真的不晓得 为什么 因为常常会有人来找他 不是他们会买酒 叶姓妮子也交友状况复杂 先生杀了亲生女儿 又卖又出秧两个小孩 他可能全然不知情吗 检方已经将他列为嫌疑人 限制住居 将近嫌犯公称因为恩恩尿床 他才会失手打死人 最后用心理箱载运尸体 依照口供内容 设犯了过失致死罪 目前因为他案扶行中 但恩恩的继母 可能完全不知情吗 检方询问后 认为他可能募集食宝过程 将他列为嫌疑人 限制住居 但除了可怜的恩恩 同夫一母的弟弟小汉 目前也是下落不明 江贤公称 当时因为没钱养小孩 在公园内以十万块 卖给了陌生人 这有可能吗 小汉的生母则说 乍气案扶行后 出狱就没看到小孩 不知道被先生带到哪了 燕女跟姜文吉互相推脱 让小汉的生死下落 变得更加诡异 简直就像恩恩事件的翻版 两个人之中 一定至少有一个人在说谎 此时有个关键爆料 说他曾经见过姜文吉 凶狠殴打小汉 甚至一度打到 没有呼吸心跳 2008年 张姓女子发现 姜姓父子三人都睡车上 因为同情心 把房子借给他们住 没想到却亲眼目睹 江南吸毒后 殴打小儿子已经没有气息 他大喊快送医 嫌犯居然冷静 把儿子带到浴室冲冷水 CPR急救才恢复心跳 他却冷冷地说 不用担心 我家小孩的命都很硬 张姓女子从此再没看到孩子 只有江南写下两张感谢字条 谢谢女子好心收留 即使无怨无悔赔上一条命 也还不及所欠的情 还自称是粗人 看似诚心诚意 却从此失去联络 张女担心孩子可能已经遇害 由于嫌犯自白不能当作唯一证据 仅仅现在希望能找出更多激震 才能将他定罪 而失踪的小儿子恐怕还需要更多关键线索 杀女们至今已经第五天案情 阎谋明朗 办案人员特地来到龙山寺祭拜 祈求全案能够早日水落石出 案件曝光了一个月后 山区挖出的骨骸DNA比对终于出炉 结果并不是恩恩的骨骸 让外界大感震惊 在没有尸体的情况下 只凭他的犯罪自白 能够起诉姜文吉吗 而小汉呢 依旧没有下落 检警发现江庆嫌犯指认的买尸地点 其实是一个猫狗乱散缸 下大雨的时候 吐尸常会被冲下边坡 虽然江庆嫌犯公称 用行李箱再运恩恩遗体 再挖浅洞买尸 但经过这么多年 尸体很有可能被野狗挖出来 啃食再被大雨冲下山坡 唯一的证据就只有被告的自白 被告是否翻供 法院要依被告的自白 去定他有罪 是有他的余裕 最后经过两年的调查 2016年9月 检察官才终于起诉 最后证实小汉当年 真的是被姜文吉给活活打死 他把尸体用塑胶袋装起来 放在床底下 但疑似被房东误以为是垃圾 不小心丢了 河南姜文吉不止打死女儿 刺子也惨遭毒手 凶贤坦诚2007年打死尿虫的女儿 隔年9月 刺子哭闹不听 她失手又打死人 尸体藏在床底 2014年案件曝光后 她谎称缺钱卖了刺子 今年8月 杀女儿案 高院判刑8年 杀刺子案 警察官依照伤害儿童致死罪起诉 后来姜文吉 杀死恩恩案 因为符合自首 获判8年定验 而小岸案也因为符合自首 高院判刑10年6个月 而继母业女呢 一生她被遗弃尸体罪 判刑6个月 但上诉高院后 获判无罪确定 证明当时她并没有参与弃尸 而小岸案的时候 也因为她入狱服刑 不晓得已经被枕边人活活打死 护证单位 社会局 然后还有一些派出所 他们都不理我 然后我电话打了 他们也说 因为我不是监护人 所以没有办法 把我处理这个案件 所有的单位都叫我等 每个人都叫我等 不管是妇幼队 还是少年队 不管是什么单位 全部都叫我等 我只跟她说 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知道我妈下班 躲在家里哭 你知道吗 我妹妹打来哭 我哥哥他们都打 我又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而恩恩虽然身处高风险家庭 教育局和社会局 却因为找不到 有监护权的生户 无法将恩恩列入失踪人口 恐怕也是无法阻止 悲剧发生的原因 恩恩生母悲伤控诉公布门 相关单位或许也要检讨 冰冷的制度 是不是能让她多点温度 恩恩跟小汉事件震撼社会 2015年监察院通过调查 发现新北市政府 台北市警察局 以及卫福部 为善进协询及联系 此案高风险通报七次 竟然只处理一次 双美市警局也没有成立失踪案 导致儿童保护系统出现了漏洞 三个单位都遭到监察院纠正 我昨天亲自到妇佑队 我被挡在门口 她不让我进去 我要求你出来跟我说明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她只跟我讲句 你回去等我的消息 我人已经在妇佑队下面 我等了几个小时 没有人理我 你们知道说你们要保护犯人的人权 我今天是被害者 我是被害者的妈妈 你们谁理过我 被害家属的相关权益 一直是遭司法忽略的那一块 恩事件更是凸显制度僵化 会来不及挽回每一条小生命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欢迎小朋友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 最后让老Z工商时间一下 Omicron疫情严峻 防疫生活很重要 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生成机 可以让您轻松在家对抗病菌 现在只要输入老Z工推荐代码 CTI527就可以获得折扣 详情请上快点购网站 还有更多优惠哦 我是老Z 我们下期见 光网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 做好环境跟物品的行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神雾化器来喷这个水神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神水手喷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购网站